数以102年这一题是一个期望值 但它是一个就是抽球 它叙述看起来比较复杂一点点 那越晚抽到呢 其实它的钱就越多 所以抽球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第一次抽中 第二次抽中 第三次抽中 第四次抽中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次抽中的几率是多少呢 是四分之一 那第二次抽中 其实这种是取出不范围 其实每次抽中的几率也是四分之一哦 不过如果你不安心的话呢 我们其实可以这样算一下 就是说一开始没中 那接着呢 剩下三颗里面中 这个乘起来是四分之一 那第三个抽中的几率 其实也是四分之一 就仿照刚刚 因为它是四分之三 没中 然后再没中 接下来中 这也是四分之一 所以这个性值呢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 不管你在第几次 抽中一个黑球的几率 其实都是四分之一哦 好 那现在呢 期望值就是什么 就是几率乘价值 所以这题就变成是四分之一 加二加三 再加四 然后就等于四分之十 然后就等于二分之五 所以这题的期望值 就是二分之五 再结束 糟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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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糟糕七号